我觉得啊,连那个粪水啊 都没有这个花生菇的好 这个花生菇呢 这个粪菜啊 要先泡几天的 都拔门 好了,连菜 以后搞出来的菜啊 又软,又油 又好吃,又脆口 又嫩 很多人不懂 这个地方啊 一般我不会乱传的 昨天你们买的那个苦麻菜 很好吃的 很嫩的 很嫩的 很一碗的那种 这条水管要慢慢的流 因为呢 这个管呢 有那个青苔在里面 要把他那个青苔 扫掉 这样子啊 要泡多少天你知道吗 三四天就可以了 然后 泡软之后 我们就连到菜地里面去了 都发霉了 嗯 这个花生菇多少钱一斤的 这个一块多 比肥要好 有啊 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 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 这个药没有用啊 这个 刚刚你好勤快啊 什么都做 哎 这个焦菜的话很方便了 嗯 就这样子加 这些是枸杞 嗯 枸杞的话呢 要放多点肥进去了 嗯 要不它就不长 你看我这个焦菜的东西很方便 是不是 嗯 焦菜神器 嗯 我工作的效率很快的 我要下去把那给炒熟一下 看 哎 这个啊 这个啊 已经很久了 这种菜 就老了 这种是芹菜啊 这个准备种其他东西了 哎呀 哎呀 这个就留进去了 哎呀 哎 哎 这个 丢到这里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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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已经震泡了四五天了 然后呢 现在就可以放到旁边 不要放那么近哦 放近会烧死的哦 哦 对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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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放远一点 对了 哦 没放那么多 这边放多的 嘿 嗯 嗯 是的 就这样 放远的 那边到处放 嗯 嗯 这里吧 是 像魏猪一样 不是像魏猪 像屎一样 哈哈 一样眼睛 擦了东西还没种完 做完就好了 哦 虾这些葱也放点 我说就是擦了那个秧没种完 种完就好了 有点臭的 啊 啊 放点进这里 嗯 到处放多一点 两桶 那种不知道是什么羊 那个苦瓜啊 不是苦瓜 是西瓜吧 西瓜 西瓜 西瓜羊 不知道是什么西瓜羊 嗯 哦 这个肥料绝对够ok了呀 肯定的 这个肥料绝对上档次 哎呦 你看我这颗切牛花 上来了 哇 切牛花有什么用啊 啊 以后开花很漂亮了 你都不懂 不用零那么密的 远不远放一点点就行了 我那个堂地他他也拿了那个茶叶啊 嗯 搞进去的 搞进哪里 放远点吧 等一下会烧死的 放远了 嗯 这么远 这个应该是野生的 没有发这个 这个发酵过了 现在发酵过了就行了 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的 这两颗 哪一个 我也不知道这几颗是什么东西 他自己出出来的 啊 应该是西瓜羊嘛 西瓜羊 很过瘾的呀 他自己出出来的 应该是那种西瓜羊 哦 我就没有放 没有种 我以为你种了呢 这个没有 这个啊 这是黄瓜 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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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青瓜 哦 这次的肥料够足了 全部放了是花生乎啊 哎呦 放多一点到上面 哎呦 喷水上面那个位置 那里放多一点 主要是供下这几颗花 哎 OK 对了 不要放那么近就行 是啊 这土太瘦了 所以放多一点 可以了 哎 这个苦麦菜也放吗 是啊 主要是放苦麦菜啊 嗯 过痛了还不放 这苦麦菜啊 很好吃的 放这种肥料啊 哈 这个就叫农家肥啊 嗯 这个苦麦菜啊 很油的油油油的 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 花生酷哦 对啊